这位大爷当年在高科技企业工作 退休金有多少呢 他怎么又见到了这么多名人呢 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退了休之后 这听我怎么安排的 退休以后的话 原来一刚退休的时候 他不太习惯的 退休以后什么都不干了 刚退休的时候也高兴 骑着车 东跑西电的玩啊 玩了一年 北京市内市郊 还能去的地方 你本管骑车坐车还是打车 疯玩 刚退休的一觉好不上班了 一身轻玩吧 二年以后呢 也就慢慢的这热度也就下来了 下了以后这55 铁刚下了老待着还不习惯呢 就愿意找点餐饰干 在北京饭店 上那儿 给人做临时工呗 干了那么一两年 就觉得在盖展上呢 因为那里的环境好 原来在工厂里的 它毕竟是工厂 对吧 比较乱 比较杂 各方面条件有的也差 有的厂房什么也差 人家饭店里的五星银 很高级啊 也干净 这布置的也高级 你看那个北京饭店里的 有几个比较著名的 人家这个舞池 总理参加过 NR票的舞 这人都有记载啊 NR的时候 咱北京市那时候 你像北京市有几个市场 经常下来去 好像那个地方一接待外宾 老去那是吧 各省市的外宾 还有北京市的一些会 北京市的一些当头的 包括一些市长 都上那去 好多住民活动也在那搞啊 这三高 到北京来访问的时候 三高因为三高的时候 不是在那五门那 还是举行的什么 前门那是孙会长 五门那是主会长 那时候这三高 还住在那呢 好多人的粉丝 还追着人家好点 签字吧 我们那时候正好在那 签字吧 照相吧 好家伙 热闹 热闹 还有咱们一些国家的一些人 好多 好多都在那 到现在为止 邓苦方他们都经常去 昊平的儿子 邓苦方 你看邓雅平 还有文艺界那些人 都经常去是吧 这些人 有钱 可不是吗 那点消费高了是吧 太高了 一般人消费不起 那时候我们都觉得新鲜 一说好 一说谁谁谁来了 他都围着 我们当时说在工厂里的 那都是属于这个 莫统成规那 那比较正常的那 一到那个 接入到文艺界 人家那帮人的话 显得好像就是人家好像高 比我们的都多了什么呀 我们专门接待 瞭解也好 各方面都那什么 有的还列队欢迎 这拿着 富宏历子 我们这时候从工厂出去了 就接受他那套 等于是两码事 对 这方面人们的 显得比较新鲜 来那干的干的 挺好的 您身体挺好 我看你 身体还行吧 没什么毛病 经常出去六个弯 没事了 再坐会儿 你现在退休 退休均高吗 不高 我六千多个钱 六千多 企业的工资相对 事业单位的低 我们这属于企业 一开始我们厂子 不是说了吗 挺好的 经济效益 给国家算交利润 那都是算最高的了 差不多 可是后来就不行了 后来以后官僵并转 你是那个班子 我是这个班子 班子跟班子往一块揉 也揉不得好 你是这企业 我是那个企业 和平以后的话 谁当正谁当不 好多具体问题都多了 那底下签 好多事也就麻烦事 所以到后来 这个厂子企业就不行了 他退休 跟你什么退休啊 可能就是退休金 他就是跟你社会的 这个整个整体的 那个收入 那什么吧 不拿你当正式的 这产品了 等于是 等于附属车间什么的 慢慢玩 越过赢了 不行了以后 你上交利润 客房买就差了 他当时退休的时候 可能有一部分 就是跟你上交利润的多少 拿退休金的这个比例 后来就不行了 所以 就听他们说 他有的是当领导的一块 偶尔吃顿饭的 互相聊聊天 什么的 就咱们这么理解 如果真要是说 一直是那个 他能搞这个 你跟军工挂上钩 领导也重视 他现在拿个饭 八天的玩 没办法 现在 你赶到这了 你就没辙 大事所需 大环境变了 咱也跟着变 大事所需 谁也无法改变 能否抓住历史的车轮 这才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 不见不散